谢谢哥哥们的礼物,哥哥们加油呀 糟了,PK要输了,等会又会挨打吗 哎呀,新来的就是不错,还没怎么交度这么会赚钱 好了,直播结束了,你们停下了 啊,我输了,肯定要挨打了,这个新来的女主播肯定还不知道这儿的规矩 悠悠,很不错呀,来的第一天就这么厉害,等会给你奖励 谢谢哥哥的夸奖,我会好好干的 好,加油啊,跟我去唱 我打死你,没用的东西,还有一个新来的会赚钱,要你有什么用 不要打了,诚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干好的 好啊,今天晚上温泉大战,就看你表现了 谢谢,谢谢诚哥,我一定会从这里逃出去的 哥哥们今天是限定小言了 这里是悠悠你的宝贝 谢谢哥哥们的支持,哥哥们,今天上午小言输得好惨 能不能让小言赢回来呀 不行,这样下去我就输了 哥哥们,帮帮悠悠好不好 这是悠悠第一次直播,不想输得太惨 谢谢哥哥们的礼物 真不错啊,悠悠,几秒就反朝小言了,小言还不加得劲 这恶心的死老头,能不能别说话,卖惨是吧,谁不会 哥哥们,今天送大礼物的都可以获得小言专属视频和口红文哦 金龙出来了,小言你表现的可真好,直播结束了,你们可以休息 原来可以这样获得大哥的打赏啊,姐姐精力真丰富,不学会了 你们今天表现都挺好,所以都没有惩罚 悠悠,你拦下我房间 恶心的老头,希望这姑娘不会被怎么样 其实我已经被关在这里两年了,过程中也有很多女孩跟我一样 她们业绩不好,没脑筋的就想逃 在这个荒山野岭,几乎没有人逃出去,被抓回来全都打死了,只剩我一个 诚哥,我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大主播吧 当然了悠悠,你长这么漂亮就这么会跳舞,谁不舍得给你花钱呢 诚哥,等我转了大天回去之后,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你当上女主播还走着呢,别老想着离开这里,不然会受到惩罚,懂吗 啊,诚哥,可是你当时不是说当女主播很简单,月入过万吗 傻姑娘,哪有那么容易离开这里,要是真有那么容易,我早逃出去了 算了,我还是别管她了,至少现在陪那个老头睡的,不是我 我现在给你们看看当今最火的团队,你们好好学 他们一场直播下来可是几十万,你们学学他们的舞蹈和话术 你们只要学会他们的技巧,月入百万不是问题 还有,不要总是打PK,你们要学会合作共赢,知道吗 实际老头,明明是你让我们天天打PK,还月入百万,真是一分钱都没在我们包里 今天她好像要去挑选新的女主播,希望可以通过这次机会逃出去 好了,开播 哥哥姐姐们,今天小妍与悠悠联合啦,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 等等,你们看到小妍身上的伤口了吗 我像是自己弄的,小妍是不是被伤害了 小妍是不是被胁迫了 各位粉丝们不要瞎猜,那只是小妍昨天不小心摔 是,是的,宝宝们,我很好,不要担心 宝宝们,我没事的,真的只是不小心摔的 虽然人家很痛,如果大家心疼我的话,可以给小妍刷刷礼物 这姐,真挺厉害的,这都能劝一波,不愧是直播几年了 对对对,大家给小妍刷点看病前吧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我带小妍看病去,大家再见 表现不错,没有惩罚 谢谢,陈哥 我今天有事出门一趟,你们别给我乱跑,知道吗 要是乱跑被我抓到,以后我死 机会来了 喂,你逃吗 逃,为什么,这里待遇不是很好吗 因为陈哥他打了你的原因嘛 因为我不想一辈子都当囚龙里的鸟,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什么意思,我,我不敢,我怕陈哥 那我一个人走了,你保重,我逃出去的话,会叫人来救你的 相信我,只要跟着我干,一定能大火 你,谁呀,你说什么 就不错 不错 我,您立刻 我们的检讯 我们的检讯 的检讯 是根据